我真的覺得你老公對你很好 我真的覺得他對我很不好 他該買的都沒買 我最想要的那個沒買 一直跟我說什麼 喔你那個兩個月之六才會有 聽在那邊講 我跟他有心就變得出來 你變不出來啊 沒有誠意 我原本是要買愛瑪士的配件給你 可是那個要等兩三個月 我就除了那個以外 我全系列都買 我都可以等啊 我願意等 我就願意等啊 好啦今天要來開箱什麼跟大家講一下 不知道啦 可是我覺得老實講 怎麼會那麼多盒子啊 我在香港的蘋果訂的 可是我是放在同一個購物車一起結帳的 結果一個東西就一個盒子 先跟大家講 這邊你們看到所有的東西 就是AirTag的配件 這樣子就已經這麼多盒子十幾個 其實官方的配件主要有兩個款式啦 它每個款式啊有不同的顏色 我們通通把它買回來開箱給大家看 只是開箱給大家看喔 他們要送我而已 沒有啦 就是送你啦 全部送你啦 我人都送給你了 好 那我們現在來先把長條盒子都打開 你把它想像成一頭 Watch 你看你這樣就開五個一頭 欸你這也太沒誠意了 這開過啦 欸這開過 這可是海關有檢查 真的啦 這不錯 你騙人我不相信 你一定就是 我這個不是我開的啦 你一定是你開的 你就是是不是 我沒有開我沒有開 真的 這就是海關檢查的 海關你出來講話 如果是你開了你就承承擺 好 第一個是藍色的掛環 好 我們再開 這真的沒有快感 是紅色的掛環 這兩個好近喔 對 這個是有點帶橘色的 這個是皮革的 這個跟紅色的啊 其實都是皮革的 然後 最後一個顏色啊 它是黃色的 先跟大家講一下台灣的價格 皮革的話是1290 然後不是皮革的話是990 1290跟990的鑰匙圈 是很貴的價格 因為老實說買一個鑰匙圈這麼貴 而且重點 它不是有AirTag在上面 這根本就是暴力 這是賺 這是賺太多了 蘋果這次沒有從AirTag賺錢 對 它就是告訴你說 這個東西我賣你便宜 你要追蹤你老公很方便 可是你這個我每一個都賣你貴貴的 喔 不得了耶 不過看一下啦 看一下質感 一個一個打開吧 好 那我們先來開一個皮革的好了 可以 我來摸摸看 它應該就是直接把AirTag塞進去就可以了 這邊有個銀色的扣環 那這邊有個車縫線 那反面的話 它其實就是長的一樣 等一下我們就是直接把它穿到這個洞洞裡就可以了 這個感覺是適合就是放包包的對不對 其實我覺得這個顏色就是經典款 就是你不管什麼時候 配這個顏色 什麼年紀 配戴這個都非常的正常 那現在我們把AirTag放上去試試 喔 裝上去的時候不太好裝對不對 有點緊 可是不緊你又容易掉 要不要換我啦 等一下啦 不要吵我 會不會等下壞掉 不會啦 怎麼用啦 好啦 我試看看啦 我老婆還是需要我的 是誰剛跟我講 一定就三一句而已 是誰 好啦 我們再把它弄壞 好 我們再用一次喔 剛剛 剛剛的一切都沒有辦法 所以我們重來一次 反正它就是正面 那我們就把這個扣子打開 那我們就把它放進去 就這樣 就這麼簡單而已 怎麼簡單 弄半天 哈哈哈哈 好蠢喔 欸 可是我覺得白色配這個顏色沒有很好看 對 會不會很快 AirTag就出了不同顏色 有可能 好 那我們這樣子套上去之後 我們把它穿到洞 洞裡面給大家看一下 它就是長這樣子 是不是看起來還好 怪怪的 對 不知道哪裡怪怪的 對啊 它搭皮革上去之後 其實沒有很美 那再來我們來開另外一個材質 這個是黃色的 黃色的 黃色 黃色看起來很青春洋溢 對 黃色 可是這顏色會不會很容易髒 嗯 相對比較容易髒 可是黃色比較便宜 黃色990 這個黃色跟那個 剛剛皮革是不一樣材質啊 對 這是矽膠吧 對 可是 質感好像真的是 皮革好 比較多對不對 1290 990 如果是我的話 我可能還是會買皮革耶 對 不會不會 我應該不會買 因為我覺得有點貴 我要買就要買愛馬仕 其實之後很多副廠都會出啦 嗯 我們來吃吃看黃色的 黃色的比剛才那個搭起來合理 它如果套起來就是長這樣 記得是我的最愛紅色 這個紅滿漂亮的 這紅是正紅色亮紅色 對 不是像蘋果手機那種紅 就是真的就是大紅色 紅包的紅 打開 紅色就是這樣 嗯 看起來也算是合理啦 嗯 目前我覺得 配色看起來黃色比較美 黃色比較青春 我覺得這樣看起來 AirTag適合淺色的掛飾 對 因為它其實 因為它是淺色 它配任何顏色上去 感覺上 它都變得很重 對 沒有輕盈感 好 下一個 對 再來我們來看這個藍色的 藍色 喔 藍色也是蠻深的耶 這藍色 藍色跟我手錶的藍是一模一樣的 藍色 有沒有 這個還算合理 相對合理 相對合理 嗯 所以這樣子看起來不是真色不行啊 真的要看配什麼顏色 可是剛那個卡其色我就覺得 真的沒有很好看 對 它可能適合比較配純色一點的 最後再來一個橘色 橘色我覺得應該還OK 因為很多東西它都會橘配白 對 哇 它的橘有點是粉橘色耶 這個角度看有點亮亮的 對 有點粉粉的 比較沒有那麼紅的橘啊 對 打開 進去 這個也蠻合理的耶 這個也還不錯 這樣子看起來啊 這五個的話 你會選哪一個 黃色 如果一直買一個來講的話 我應該會選藍色 因為它畢竟還是比較耐長 可是好看度來講 我個人覺得黃色跟橘色都蠻不錯的 對 那如果以我個人的喜好啦 我會選皮革的紅色 嗯 就是每個人喜好不同 還是要看自己的喜好啊 對 然後反而我們覺得最安全的卡其色 其實裝起來沒有很美 下一個 下一個 下一個開始都是正方型的了 這麼大一個盒子也是只有這樣而已 這一個是藍色的鑰匙圈 這一個是紅色的鑰匙圈 這個啊是台灣官網沒有的啦 這是Belkin的 是副廠的 在蘋果的香港的官網也有賣 這是一個掛環 這個是卡其色的鑰匙圈 這個是我們另外買的四個裝的LTEC 這三個顏色的鑰匙圈啊 在台灣也有賣 就是1190 1190喔 對一個 喔這是1290 然後這是1190 那如果是我的話我應該要買這一個 為什麼 因為這個也是每個東西都掛的上去啊 不一定一定要用這種繩子 可能 喔 它跟剛剛那個是一樣顏色 一樣的 它其實是有一點點厚度的 喔對耶 看起來真的是蠻漂亮的 然後整個上面的鑰匙圈是亮面的 圈圈其實也蠻大一個的 不會很小 就是你如果真的要掛一串鑰匙的人也都一定會夠 這個如果賣1190 感覺上是可以買的 它拿出來那個質感 而且它又是皮的 可是老實說 它真的就是賣它 它要裝AIRTEC 所以才會是這個價格 不然一般來說正常很高級的鑰匙圈 1000多塊 也是大有人在 你有很多更漂亮的圖案可以選擇 我覺得1000多塊的定位大概就是Coach 差不多也是1000多 可是如果你真的是在上去一點的名牌 1000多塊可能也買不到 那我自己覺得它的質感其實是做的 算是不錯的 它其實還算不錯 可是它這個 我確定它是不是真皮耶 應該不是真皮 我覺得它不是耶 可是不是真皮的話 它用久 這個是會掉漆的 就會沒有那麼好看 那知道是不是真皮的可以在底下留言 告訴我們 其實我覺得它跟這個其實是 一模一樣的材質 可是為什麼卡其色的鑰匙圈 看起來比較合理啊 就是比剛才那個掛環合理 我覺得它還是沒有很美 可是比那個長條的感覺上合理 而且老實說 這1190是不是看起來 比那個1290有質感 對有 所以我會買這個 對 可以 就是剛剛那個紅一模一樣 一模一樣 那再來我們來開最後一個顏色 這個顏色是剛剛掛繩沒有的顏色 來開 哇 漂亮耶 它這個藍有那種英倫風的顏色 對這個藍我覺得我喜歡 覺得很適合那種 單身男子 這個藍色看起來比較年輕 然後感覺帶有一種 單身的味道 類似這種的色系 藍綠色 它配起來是這個顏色 是不是也還可以 可是這顏色 感覺就比較適合男生 對 你這樣一講 我真的覺得鑰匙圈 感覺上是比較值得買的 如果你的包包 是適合掛這種 直接掛在你包包的金屬配件上面 嗯 這樣是比較好看的 如果是我的話 我會買鑰匙圈 我不會買這個 然後最後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價格啊 只有這種原廠配件的一半 我自己也感覺它是熟一些 比如說你要帶小朋友的包包 或是什麼上面掛 我覺得這蠻適合的 哦它是這樣 它是兩個分開 然後還有附另外一個繩子 對 這個其實我已經是買了第二個啦 我自己本身 因為之前先買的 先來了 我就用了 這個是它另外一個顏色的 桃紅色 它這個整個的塑膠感覺比較重 對 可是如果你有一些運動的類型的包包 用這個就會感覺不會那麼重 我自己覺得 其實AirTag大部分的人 如果你真的會買的人 應該會不只買一個 可是你不只買一個的時候 你再加上外面的這個配件 那其他就快接近兩千塊 可是我自己覺得 是因為我們買的 算是在廣外買是比較貴的 如果你現在在淘寶 我相信能找到那種幾十塊的那個配件 一定有的啦 之後一定會出的 一定是會有 那以原廠能買到的這些來講 如果是你啦 挑兩個 如果是我 我一定會先考量到說我AirTag 我會用在哪邊 那我最常弄丟的話 我覺得可能是雨傘 那雨傘就很適合放這種 雨傘其實就是適合掛這個 你掛這個都怪怪的 對 因為雨傘真的最適合就是掛這個 那再來的話 我覺得我一定會掛的就是鑰匙圈 那鑰匙圈你會選擇哪一個 鑰匙圈如果這三個目前看起來的話 我就想要愛馬仕 愛馬仕 愛你大頭 愛你老公就好 愛什麼愛馬仕 我老公他又沒有送我愛馬仕啊 跟我講什麼兩個月 我不想要記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到這邊喔 那如果你覺得老爸為什麼沒有買愛馬仕給我呢 你都可以在底下留言刷一波刷起來喔 那記得刷喔 我們下次見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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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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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 heart